在台灣我們常在路上看到需要使用輪椅的行動不變者 或者是推著輪椅散步的老人 而輪椅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常需要用到的輔助裝置 但室院上的很多電動輪椅或者是一般的輪椅 並沒有讓他們有所謂的水平平衡的這個系統 於是呢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今天它在需要進行上坡或下坡時 我們的使用者是無法進行所謂的水平平衡的 導致他們必須一直長時間的進行一個 處於傾斜上傾以及下傾的狀態 那麼是不是對使用者的舒適度是非常的不好的呢 接下來我們將開始製作我們的輪椅零件 首先我們先使用Invent 匯置零件圖 使用CAD或是我們的2D草毒 並且使用了車床、洗床、焊接、3D列印以及雷射切割等等的方法 進行零件製作 而焊接的部分是為了增強我們所需要的強度 使用焊接的可以比較減輕我們的重量以及成本 而洗床呢可以針對我們的零件進行加工、磚孔、平面切削等等的 來製作我們所需要的搖壁 並且呢可以精準加工零件、節省加工時間 而且以防零件袋之後組裝時會出現誤差 接下來我們使用車床 測出我們需要的套筒以及安裝時所需要的置具 並且呢使用車床可以讓我們的精準度變高 接下來是程式設計的部分 我們使用Arduino來撰寫程式 並且將程式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的馬達驅動班 驅動了兩顆馬達的正轉以及反轉 控制前進後退的方向 並且搭配可變電路的開關 讓使用者能直接控制如影的速度 第二部分我們使用了Arduino的陀螺螢模組 此模組包含了三軸陀螺螢以及三軸加入的感測器 用來感測我們輪影目前的狀態 並且透過DC的直流轉換器 將原本最大的6V轉換成12V來控制電動推桿的正反轉 來達到我們輪影上起以及下起的效果 而最後我們製作出來的成品 可以在如影上下坡時產生水平的平衡 並且增加如影上下坡的最大坡度 並且可以增加如影的安全性 當我們使用如影上下坡時 推桿會自動伸長使如影保持水平平衡 並且遇到不符合政府規定的斜坡時 我們將會自動偵測斜坡角度 使推桿伸縮保持使用者的重心 並且通過 如果輪椅即將傾倒時 電控將會主動介入 並使使用者恢復重心 以防傾倒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